我们先问傅院士吧 这位线上的观众问 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什么样的选择称得上正确 所以傅院士 这个问题您能给我们的年轻人 说说您的见解吗 我想判断这个选择是为净确 有好几个方面的事情要考虑的 第一个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 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是不是做这个选择是何 这是你自己知道的 这是被告侯下结论 另外一个要考虑这个环境 你有没有条件去这个选择 第三个我跟着考虑的需要 这个选择是对你家庭发展的需要 对国家发展的需要 还是对事业发展的需要 如果在这个方面考虑的话 你这个选择可能就比较靠谱 谢谢傅院士 我觉得你看科学家就是科学家 就傅院士回答这个问题 也没有把这个问题给你回答死 最后他用了一个词是 这样的选择就比较靠谱 意思就是这样的选择 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了 谢谢 谢谢傅院士的回答